新北市樹林網球場今天很熱鬧 超過80位13歲以下的網球小將 不分男女一同參加 浪情表2018決戰法網明日之星選拔賽 邁入第10屆的活動 主辦單位浪情更是擴大舉辦 除了全國12歲組排名前8男女好手幾乎到齊 就連10歲組小選手也越級挑戰爭取機會 過去也是小小網球選手 浪情表2018明日之星選拔賽活動大使 曾知喬喬喬 特地清零球場來為小將們加油打氣 希望他們臨場發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我看到這麼多辛苦練習碎賽的很黑的小將們 就勾起了我很多二師回憶 然後就是很祝福他們在 因為當運動員是一條很辛苦的路 我覺得不論是他們或他們的家人 那我非常祝福所有的小選手 可以在浪情表的贊助之下 能夠有機會到國外 然後跟國外的選手 可以跟他們有對打的機會 參加的網球中子都還在等待萌芽茁壯壯 因此選手們身旁 幾乎都是家長或教練陪伴 人群中 熟悉的面孔 前網球國手是大運金牌 我們前未來主播劉宏蘭 也帶著自己的一對兒女共襄盛舉 十二歲的蔡宇恩 十歲的蔡宇宁 其實媽媽也能擔任教練的攔截 自然是開心 國內有這個讓小選手們 越越欲失的比賽 那主要是讓他們磨練一下經驗 因為這次有很多高手參加 所以他們第一次參加 妹妹剛剛贏了一場 那我覺得滿好的 那哥哥等一下也要比賽 希望他可以盡力 看過許多網球選手的發展過程 蔡媽媽都因以為戒 孩子們的興趣跟意願 都是優先考量的因素 兒子跟女兒的想法 才最重要 其實主要是他們有興趣 那哥哥其實有時候輸球的時候 他會覺得滿沮喪的 那他就會問我說 他還要繼續打下去嗎 我覺得會打網球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也希望他們以後都會 所以他們只要願意 在球場上努力一天 我們就會盡全力支持他們 到最後一天這樣 然後以媽媽來講的話 或爸爸最好是保持 很良好的親子關係 所以這親子關係 可以維持他們 一直想要打網球的興趣 這個比較重要 小選手的成長 總是會讓人有無限驚喜 2018 浪情決戰方 我們日之星選拔賽 會是哪一位小朋友脫穎而出 讓我們好好期待 我愛推新聞 財謀報道